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 9月10号 任嘉伦工作室发布律师声明 称有网友恶意发布对任嘉伦的侮辱性言论及不实信息 严重诋毁其人格 律师已对侵权行为进行公正保全 郑重警告相关用户 立即删除侮辱性言论及不实信息 对拒不删除的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责任 随后任嘉伦工作室也为此配文表示 尊重是和平交流的前提 网络不该成为暴力的滋生地 我们对所有的友好意见虚心接受 对突破底线的网络暴力绝不姑息 态度特别强硬 足以看出这些网友的行为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任嘉伦的工作和生活 而其实任嘉伦出道十余年来 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经典的影视作品 比如锦衣之下的陆毅 天机之白蛇传说里的许轩 大唐荣耀中的李畜 帅气的形象和精湛的演技 也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和喜爱 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但随着人气的提升 他也由此而频繁遭受到了网络暴力 如今积极维权的做法 也得到了网友的支持和鼓励 希望他能通过法律的手段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给不法分子一个严重的警告 网友一边倒地支持任嘉伦维权 任嘉伦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 对于自己的家庭 他是有规划的 对他本人来说 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目前他的儿子已经三岁了 而他的老婆专心在家里照顾家庭 他在最火的时候公布恋情 在事业上升的时候 公布了自己的家庭 从来不对这种事遮遮掩掩 真是男人 对于那个时候刚刚红起来的他来说 也是一种打击 同时可能对事业产生不利影响 任嘉伦对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规划 有很清晰的认知 同时他对孩子也是真心的喜爱 前段时间 他的老婆聂欢也同样遭受网络暴力时 任嘉伦也直接晒出了一张律师声明 实力护妻 有责任有担当的好男人形象 也深入人心 他跟很多的普通男人一样 喜欢享受家庭的幸福 现在他的事业发展顺利 同时也在保护自己的一家三口 任嘉伦对爱情忠诚 对事业拼搏激利 这样的美男子哪里找 目前大多数粉丝对他的评价是 有责任有担当的全能艺人 从六岁开始 任国超就开始练习乒乓球 张继科 周宇 陈梦等一系列国手 都和他施出同门 只不过可惜的是 虽然也拿过奖 进过队 可是因为伤病的缘故 之后便退役了 之后还当过机场地勤工作人员 2011年 他被韩国SM公司选中当练习生 终于和心心念念的组合 进了同一公司 只不过可惜的是 在韩国待了几年 他也没等到出道的机会 前段时间的紧衣之下 虽说到不了抱抱剧的程度 但男主任嘉伦的人气 还是肉眼可见的提升了不少 9月10号 电视剧《一生一世》在西安正式开机 官博传来高清现场图 这次嘉伦是绝世男成王 也是温如周生辰 《一生一世》改编自 莫保非保的热门小说 《一生一世》美人骨 大伙的亲爱的热爱的 就是他的作品 讲述了海归伯克利化学教授周生辰 与炙手可热的配音演员 时宜之间唯美别致的爱情故事 男主周生辰是一位 非常厉害的化学博士 主要是做材料化学方面的研究 以任嘉伦的演技 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 而这部剧女主 则是郑当红的白露 她出演的作品虽然不错 但演技这一块 大家也不用担心 并且白露不光长相清纯甜美 性格也非常温柔可人 两人画面感养眼 看到任嘉伦和白露 这两位当红演员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熬夜也要追 有什么理由 到时候能忍住不去收看 等到一生一世美人鼓电视剧播出的时候 哪怕是熬夜 也会第一时间去收看 绝对不容错过